之前我有听说台湾KTV的点播排行榜 前十名里头有一半是大陆的歌曲 而且有很多是网红的歌曲 那确实呢我们现在时常会看到 一首歌曲一段舞步或者一段美食呢 会很快在两岸的火爆两岸的网络 比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孤勇者 小小花园 求佛 还有螺丝粉这些 我想呢这是两岸青年在网络时代 独特的交流方式 也是两岸融合发展过程当中 一种新的文化交流现象 那得益于网络社交平台的发展呢 现在我们两岸同胞确实可以更快速 更便捷的沟通 可以更多元更广泛的交流 大家就会发现两岸同胞 其实都是一样的敢想敢评 一样的有追求有梦想 会发现两岸同胞 有着中国人共有的文化基因 那大家通过交流呢 完全可以达成历史共识和文化共识 这种情感的共鸣和文化共识 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的内生动力 我们希望更多的台湾同胞 参与到这样的交流中来 共同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我们的选择 在 않는一岸关系里的 我们的选择